那现在因应到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有可能 我们班上可能会有一个确诊就要停课 全校有两个确诊 他就必须要全校都要停课 那这个停课的过程里面 其实这个直播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取代 他有一些问题存在 没有办法完全取代真正的教学 那可是这个直播有没有意义呢 它是有意义的 它最大的意义在于说 它可以减低家长 尤其是家长这一块 还有学生 比如说尤其是九年级的学生 减轻家长还有九年级学生 对于停课这样的一个焦虑感 焦虑感 我们直播可以减低这个焦虑感 那以九年级同学为例好了 那也许呢 你可以出一个类似这个 像是有QR Code的这个讲义 比如说我们有给同学这个叫做数学历届试题的考题 那他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请看一下 他可以自己做 做完之后呢 我们也有附答案 那如果不会写怎么办 不会写右边就有QR Code 他自己拿手机出来 扫一下QR Code就可以来看一下解题影片 但是这样子有时候对于有些学生来讲 他还是不够的 那他还是不够的 你就必须开直播 问他 同学来一题有问题啊 老师直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 老师直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 好了 这个是基本上大概是直播呢 他的一个原理 或者说注意的地方 怎么办